當中沒有說是定價 六十幾歲媽媽要家 給家的500萬 500萬對一個老伯生來說 要賺多久了 像說一個月4萬 沒吃沒喝也要欠10年 怎麼會一口氣要賺500萬 賺500萬的話 將來銀髮族不都要 只要他們一年找一個就好了 六十五歲小的婦人 就這樣輕輕鬆鬆 買一個家給家的500萬 就像婦人跟學生相依為名 因為學生長期在多餐市 一邊消息就住在台北上山區的朋友家 到時候看到婦人賣家公司的工作 中和經病樓三百八十五萬 大樓一六萬 寬中三十九點二十八買兩千萬 他跟房東到十八後又看房子 賺貨動力用他算一千七百萬 就我選十萬說看看 我們各自帶開 屋主在一間 我在另外一間 房間店長還是一再強調說 屋主一定要兩千萬才賣 偷偷拉拉偷到十點 快要十一點 我是真的人很招架不住 在這個過程 就是說以一千九百二十萬 來成交 對晚上六點到十一點 就有在心裡批勞的狀況下簽約 他有回答我說 如果你不買 可能你的二賢金十萬塊 就要沒收 簽約兩天之後 還要求六頓九十五萬 還有電話下面出款分三百六 第二次回款後 他的朋友幫他查實點才發明 正處處是三個月前用一千四百萬 很奇怪的是 現在回頭想 怎麼他們很聚會講這個實價登錄的事情 通過查詢實際發明 九月快收一筆高月一千九百二十萬 日記上去的高月是六月 用一千四百三十五萬 三個月就起三十三點八% 像我靠著房地合一歲 一年裡面買賣 收賺的四十五% 也還有兩百六十七萬的禮順 意思是要拿出家裡 賣方還要求他十月二十七號以前 六千塊錢 說查過的時間來 求上為預金 以及好家賣款都六千 你請這個儲蓋但沒有總共 他只要給我兩萬塊修漏水 我現在連那個修禮門的一倍金都沒有了 尤其是我們勢力模糊的人 又是網路不懂的人這樣子 然後變成就心力交瘋啦 安定交出的時間是十一月十五 六千塊還沒交出 美鳳也說要提高 他請你輸出力 希望求上價差二百二十萬 到錢給我費十五萬 一千七百萬 這樣三個月賺三百萬應該可以的 因為他們這房子很多是故障的 但我因為喜歡荒鎮的房子 對處開他公司這樣說 我們現在在訴訟中 那現在講出來這樣很怪耶 不需要在這邊多講那麼多啦 那你訴訟結果出來我們再報啊 你這房子並沒有來保護律師 百七小包關機村 房子沒有民文規定 沒出必須個地實際行情 家修相鋒已經參與 而歡慧必須負擔買賣到金 20%為佑金 津波瓦 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